我們看是這個大樓也要求這個土地 正大歲 這讓大主知道 要接受 這是這個台中的代理 有民眾黨各位 要自動套餐 準備要開店做生理 但是對這個頂口到這個大樓那裡 說有一塊差不多十片大的土地 說要讓人求這二十二萬的土地 正大歲 讓這個大主請問 這條環線維持 有食品的土地 30年來 就是現在才移轉 我們買賣移轉 要課證我們30年來的增值稅 很不合理 買樓竟然也要扣政土地前幾歲 他說實在無效力 甚至是頂口位在台里的身心 買了一棟套餐廳準備做生理 不過店民門口有一個十片大的土地 為市路延伸到買樓中 現在是車來車往的既有道路 不過他算必須要六十二萬的土地增這歲 後來釣出地沒一個看 出道前十八大的土地 稍為所有地 經過地的政黨會來編定 為主是鄉村區的交通用地 不過地主算因為所有地的關係 必須要六十二萬的土地增這歲 我們目前的這種免稅 是極限在一季都市計畫法 裡面所編定的公共設施用地 公共設施保留地才可以免稅 那因為它這個土地不在這個範圍內 就是不在都市計畫法範圍內的土地 依照土地水化的規定 驗免土地政治事業的條件 必須要是道市計畫法 指定的公共設施保留地 不過這區秘密 立足是道市計畫法的範圍 以法補法 必須要以法竭水 記者 台中總法報道